最近好多大美人的新剧上了 小长假三天 大家都在追什么 现实里山峰姐姐扑得太快 都忘词了 小奶狗 没没没没讲完没讲完 姐姐 我已经忍不住了 骗子真谛还不错 但就不是很热 论经验程度 说实话 秦岚的现代装与现代戏 不知怎么回事 就也不如她的补装 扮相与补装剧 宏丽娅和她类似 补装比现代装出才许多 不只是一样 因为她穿上古装跳舞就自信了 还因为她坚强的外表下那一份脆弱感 古装 古代特殊的时代背景 环境与人物契合 能完美体 衬托出这份古典美感 热巴深邃立体的大五官 在长歌行这部剧里 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加上造型本身 一定要复合漫画里的两铁长刘海 又不给她的发际线来点碎毛毛 弄成了中分大光明 若思 这张狭长现代的脸 就有其出戏 有人评价说 现代的古装剧造型 一年不如一年 大师的手艺也在逐年退步 说的是张淑萍 我倒是觉得张淑萍没有退步 只不过是一直没变 嗨 就戴上了最美的两条美女蛇张曼玉 网作鞋 机调虽简单 却几乎因为凸显了一个仙字 一天龙发布 林青霞自己都说 如果说我是个美丽的女子 不如说我的美丽是她的作品 张淑萍当年合作过一众美人 对这些美人来说 不需要过多修饰 他们的脸蛋本身就很美丽 适合大光明 像张紫怡一代宗师 以前李安评价张紫怡和汤薇 提到张紫怡说她 是真的很好看 怎么拍都上相 怎么打光都可以 拍汤薇就需要技术来补 也不能全赖张淑萍的造型上 有些人的气质是需要找补的 电影和电视剧到底不一样 可以细细打光 细细地拍 上面的汤薇 气质之性敦厚 有种憨憨的感觉 没什么心机 也没那么跳脱 是有点憨的 说她很适合色界 像汤薇那个样子 气质像以前的国文 历史老师 现在的人都没这个气质 果然 这样造型的她就让人惊艳了 但这也是李安总共拍114天色界 118天都在拍汤薇打磨出来的 她其实挑导演 也挑角色与造型 化型造型没变 但整体打光制作何人都变了 当然也有一类造型师 是非常会找补的 比如杨树云 说道具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最喜欢的 但论人物造型 87版红楼梦 一直是我心中的巅峰神作 32个年头过去 再看画面依旧动人 杨树云当年为了给《红楼梦》设计造型 原著就看了几遍 曾经回忆过 那部剧拍完之后 基本上整个剧组的人 都至少是半个红学家 她要根据每个人物的性格 年龄 身份地位 尽量状况来设计不同的造型 会想方设法 让现代的姑娘们造型上 就能贴合书中角色 比如现代神采飞扬的女子 眼神如何能过去 一般含蓄到位 身高只有153 才20来岁的邓杰 又怎么变成那泼皮破络布尔 而为了真实性 巨里的人物衣服是要长矿的 凤杰儿一人有74套服装 每集换两套 但那些高发际 却没有一个重样的 杨树云说 她有多少服装 我就有多少发型和发饰跟上 这些造型设计不能说最还原 但绝对最是用心 黛玉出到贾府时 在垂花门落叫 周睿家的迎上前 聊开脸 镜头不止黛玉的脸 还是特写了黛玉的一只手 杨树云说 她读茨维格的女人 一生中的24小时 书中通过对手的细腻描绘 揭示人物内心的变化 于是黛玉光一只手 她就被化了一个小时的妆 拍了整整两个小时 不止《红楼梦》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还有她配合毛哥平 一起打造的武则天 人到中年的刘晓庆 怎样演个14岁的少女 当年一步武则天 后宫三剑加力 每个人的造型 都和《红楼梦》一样 各自打造出了各自的特色 但是啊 造型是再好 必须强调的是 一个美人 必定要本身贴合角色 才能达成最好的造型效果 比如 《红楼梨法带与宝钗》 两个人演员对调 一定就演不了那么好了 你心中最美的古典美人是谁